好 最新連線消息帶給林娜就是呢 這一期的台鐵的意外呢 目前為止呢 也在搶修當中 現在已經剩下第二節的車廂 還在現場 最新情況如何呢 趕快把時間 交給湘芸 帶我們掌握 好 目前就位於在花蓮的重德車站 就在稍早八點整的徐厚 事故列車的二道九車廂 已經從隧道拖出來 目前就放置在重德車站的鐵櫃上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第二節車廂 也就是出軌最嚴重的車廂 它的車窗呢 都已經被這個 當時的土石潑上去 已經完全看不到車廂內部了 不過呢 我們從外觀上看 是車損目前看起來沒有很嚴重 那麼其實呢 這整起事故發生在 昨天下午的時候 這個新智強號列車脫軌 導致呢 車上五百多名的乘客呢 是來受到影響 那麼當下呢 司機員緊急剎車 他的右手也是出血性的骨折 那麼呢 昨天晚間台鐵連夜 搶修呢 是將十到十二節 拖到這個重德車站 那麼在燒走的時候 二到九節也已經拖出來 那目前第一節呢 則是放在和人車站 也就是目前十二節車廂 都已經全數拖出來了 符合台鐵原本就是 預計希望在八點前 可以將所有的車都拖出來 目前就是要全力搶修這個鐵櫃 希望可以在中午之前 來拚全部的搶通的狀況 那麼其實呢 回顧這個 整體事件呢 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發生的這起事故 造成司機員受傷之外 另外還有八名的乘客 也是有受傷的情形 那麼呢 其中兩名乘客呢 是拒絕送醫 後續的乘客呢 送往慈濟醫院 治療之後也是陸陸續續來出院了 不過其實我們回顧 昨天下午的這個畫面 相當的驚悚喔 可以看到說呢 因為當時呢 在隧道裡面是非常的漆黑喔 因此呢 乘客呢 是從這個車廂走下來的時候 是從這個狹小的隧道往外走 沿著這個鐵軌走 甚至呢 是直接踩在這個寧寧中 也讓不少乘客驚呼說 簡直就像是逃難一樣喔 那麼其實呢 大家也研究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的意外事件呢 其實就是因為花蓮前幾天呢 因為淋夜的大雨喔 不斷的下大雨 導致呢 附近的溪水暴漲 因此呢 釀成這個河床 還有土石啊 沙流直接是 覆蓋到了這個鐵軌上 因此呢 昨天列車在行經的時候呢 才會發生這個出軌的意外喔 不過當下呢 也有人質疑說 不是有裝這個告警系統嗎 怎麼沒有發揮作用 那麼應變中心呢 也指出說 因為這個告警系統是 安裝自己東正線這邊 但是昨天事故發生是在西邊 因此才沒有發揮作用喔 不過目前呢 在騎士稍找那個鐵車列車呢 拖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有看到這個制高點喔 他們是從這個隧道裡面呢 是將一一的把這個列車拖出來 目前都是放在這個崇德這站 那麼稍後呢 會不會有 相關單位台鐵的人員 進到內幕去觀察一下 這個車子目前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都會在持續現場 為您掌握這一型狀況 不過呢 現在這邊呢 其實呢 在後續可不可以在中午之前 來進行全力的搶通 後續都是這個指揮官還要 在持續來做一個現場的評估喔 包含呢 因為其實這個新自強號列車呢 是全新的自強號碼 所以呢 它這個列車是後續 還可不可以持續沿用 是不是有故障的情況呢 都還要再進一步的來進行評估喔 不過稍早呢 這個列車進站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到 車廂內有非常多的物品散落在地喔 包含呢 車內呢 也有一些零件呢 可能是受到昨天緊急煞車 或者是在拖運的過程當中呢 是有鬆脫鬆落的情形喔 包含呢 我們在車廂的時候 也有看到這個台鐵的便當喔 其實昨天呢 就是要發給車上的乘客 來進行使用 沒想到呢 卻在傍晚的時候 發生了這個出軌的意外喔 所以便當中呢 是直接放在車廂內 一路到隔夜 目前呢 所有的東西 都還是留在車廂的 那麼其實現在呢 這個台鐵相關的工程人員 我們往遠方看 他們其實呢 已經來抵達現場了 就是稍後呢 要來進到這個車廂內部 來進行研究跟評估說 看看是不是有需要維修的部分 或者是進一步來進行評估 目前呢 你看到很多穿著黃色衣服的人員 都是台鐵的工程人員 就是希望呢 進到這邊之後 來進行做一個全面的搶通 包含車廂的評估喔 不過其實他們後續 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動作呢 我們都等一下稍後的時候 才要來進行跟他們做 進一步的詢問跟了解喔 陸續你可以看到他們從車廂呢 是拖著一截一截一截 是木棍或是鐵製品的東西 來運下車 都是很有可能稍後的時候 要來進行搶通 以及或是評估作業的器具 或是物品喔 所以目前他們陸續續的 將這些器材 運下來之後呢 就會來進行搶通 不過今天可以看到 花蓮的天氣相當的不錯 因為前幾天 我們有稍早有提到說 花蓮都是下著雨的部分 大雨的情況 所以才導致這個溪水暴漲 所以其實呢 上萬單元包含應變中心 也很擔心說 會不會今天如果天氣狀況 比較差的話 很有可能這個搶通 就會再往後延宕 但是到目前為止 現在早上八點多 天氣都還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呢 我們以後會在 從德車站持續會議 掌握最新的狀況 稍後搶通 有怎麼樣 我們會再回報 我們先將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